结婚后的第一次善意谎言 你不着急吗 人家结婚毕竟是个大事是吧 我几个错了行吧 你应该是有 下午我肯定给你好好商 那个下午工资五年出事 老头多挣钱 行那会到会好人 走吧 走 你好 那个朋友打过电话说 要过来试婚纱 你好 这边已经联系多了 好谢谢 这边走 甚是你朋友啊 不是我骗你干嘛呀 好谢谢啊 真的啊 不是喜欢啊 废话哪个女孩能不喜欢呢 这玩意那一辈子就能穿衣服 那个 要不咋也定一套 白人留着婚礼说穿 你可拉搂吧 穿着贵啊 还贵也值了 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你只能穿这一回 那肯定得整点好的 让你风光一下吧 你消停点行不行啊 这么拍家呢 这玩意一辈子就能穿衣服 以后都穿不上了 再说实在不着急 等以后你挣到钱了以后 想办锅里的时候 你要想找贵的我听你那是 那行 谁让你是一家之主呢 对啊 咱们现在也不着一般婚礼 对不对 嗯 那先胖朋友试婚纱吧 那个 来不及了 晚上还得给你发过去呢 哎呀我知道了知道了 我这就要乖 你现在坐着等我一会吧 好好 老二 老二 你看肉迷了呀 好看吗 好看太好看了 这是我二十代年见过你最美的一面了 哎呀行了别嘴皮了 赶紧把视频拍我给你帮我看看 啊你不说这事我都忘了啊 来 准备 三 二 七 走 OK 好了 安你等会儿 好 咱们呀 其实说实话呢 我今天骗了你 那个这套婚纱就是给你吃的 就给你订的 那个 我本来想直来直去告诉你 然后带你过来 但你肯定也不能干 因为太了解我 说实我只能想这么办 你可真想 那个 说实话 其实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力 也没什么钱 然后婚礼暂时也办不了 说实我只能 想出这么个办法 给你一个难忘礼 但是我保证 以后肯定给你一个好的婚礼 我相信你 你拿我接着 你别过 可以 我对 你 好 那个姚婷婷女士 从今天开始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我依然坚定了希望 能跟你一起走 剩下几十年的时光 去看 去听 去拥抱 一起慢慢变老 你愿意 不愿意 咦 我们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